我觉得生活可能要有一定的品位和质量 比如说我女儿去三亚 就会上那个鸟巢 就拍《非诚勿扰》那上面 我会连她去上那上面去住 一个晚上1400多 她说呢住别墅啥的 那是就得太夸张了 对于我来说 就一晚上1000多的这种 我是不能去住住的 能去住吗 包括那个演员敢讲话呢 我自己觉得就是配不上 还没开始就要结束 憨后大哥遇上漂亮女神 当美女说出她的消费观后 大哥直呼自己配不上人家 美女小姐只可远观不可卸完烟 俺就是小工人一鸣 属实养活不起啊 这穷屌丝的春天咋就这么难啊 七级也是毛二十五 虚二十六 马上快三十的人呢 到现在还没有对象可愁死俺呢 今天的乡亲男主是张大哥 张明远57岁离异 一气修车工年收入三万元 有头52平的房子 看看哎呀这小车库让你整的啊 立着 在这做个小顿便 安个顿便吧它比较方的就是 那是原来它就有这么大的窟窿 你不安然它也忘了反味 你剩下水你不要的 就包四座我就拿回来 咋不咋不咋不咋就去 哎呀你真好 真厉害还会自己贴厕所 我自己都能同来一下吧 包括这我先往上买的 定的不是我自己装的 这这小门都你自己长大啊 这可是 在自个的地下车库还整个厕所 它不仅心灵手小干活也麻利 既然车库都能如此干净敞亮 那家里收拾的肯定也错不了 咱这家里这也太规定了整的 这厨房这家插的哪一夜都知道呀 我的习惯我基本上都是在家做饭 从来很少在外面吃饭 是吗 我愿意早上做 完了中午上班在单位食堂吃 晚上回来就是简单的吃一口就行 早上做那你早上几点上班啊 我6点15上班车了 5点前来 我的天啊 晚上离开之前把那个就是吃的东西 都预不成半生品 即使一个人也不能对付 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不仅把家里收拾的明明白白 把自己也是照顾的非常到位 一人一屋三餐四季 要知道生活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取悦自己才是上上策 玉米粒 哎呀妈呀 啊别说这小馄饨包的挺好看 有的时候早是去煮点的 是不是让人吃了 这个是最方便的 玉米粒 玉米粒 青豆 大哥我发现了 你这玉米粒都一袋一袋装好了的 对 分装好了 那做大米饭啥 有时候放点 或者你做啥 愿意搁就搁这点流行 长大哥的日子安稳且踏实 每天两点一线不是单位就是家 没有啥不了事后 还有就是闲了回去健身 一坚持就是好几天 各自律这一块我必须向大哥学习 我原来我是计划车建设房的 你原来去健身房做练买 对 十多年 二到一左右 开过的我都去过 那就是走出去吃喝去 胖了 哦 完了就是大伙也是 就是一下子就去了 最后就剩我自己 深海都没超过一个月都没来 是不是啊 大多数人坚持不下来 对 我一直我就一直这么多年了 你咋才有毅力呢 就能一直坚持去呢 那你看我现在 我在这个家住这个家 你就看出来了吧 我是个很勤劲的人 看似完美的大哥 却也有段不完美的婚姻 俩人婚后的日子吵架战夺出 职员那时候俩人都年轻牺牲 基本上就是谁也不服谁 一个巴掌拍不响 最后俩人因为性格不合选择离婚 再婚找媳妇张大哥这样说 现在我就我就这么想的 因为这么大岁了 我就找一个能实心实意的过热的 这么大岁了 也没几年十多年二十多年 就能体贴互相照顾 多么朴实无华的要求 就像他这个人一样 在了解完大哥的标准后 红娘物色到同在长春的马大姐 马是林53岁离 约入2.4个前有房 这还有狗粮 你养小狗啊姐 对啊 就是怕狗闹嘛 这一样我儿子刚才特意把狗给接走了 然后他在这屋里太闹人了 两条狗 两条呢 都啥呀 一个博美 一个泰迪 哦 养多少年了这两条 我那个博美养十年了 哎呦 十年了 泰迪小 泰迪一岁多 我瞅着大姐发型衰竭 穿着打发也是非常精干 用红娘的话说就是比较沙冷 简单休闲干练就是大姐的代名词 接着就到了中老年相亲的必备环节 那就是看衣柜了 看你穿衣风格 休闲 就休闲了 嗯 对 平时穿衣服就喜欢这个风格吗 对 嗯 发现了姐 你属于那种干练风 沙冷 你是不是平时挺沙冷的 对 我性格急 症状的很少 看出来了 确实是 嗯 像那个咱们女士爱穿的裙子啥的 很少 没看着 嗯 大多数都是裤子的衣服 对 马大姐在儿子两岁时和前夫离了婚 之后就是边工作边照顾孩子 现在儿子已经成家立业 自己也算完成了做母亲的责任 泄料中担的他觉得是时候找个办的 就是能和他来的吧 嗯 就是说有点担当啊 就是像你们经常说的艳缘什么的 这不就是张大哥的菜吗 随后就带着马大姐去大哥家见面 刚见面大姐对南方印象还不错 不过大哥却瞅着大姐不来电 说白了不就是演员没相中的 对这大哥演员咋样 还行 嗯 瞅着还挺顺眼的 对 对这大姐你有没有演员 没有 差在哪 就是不知道 反正就瞅着他 没有那种感觉演员 果然一见钟情都是见色体验 既然没相中就照着老叉批的了 张大哥也是放肥自我了 开起妆臂卖味模式 先说工资让雨防自己车 车厂现在效应还行是吧 不行 照头几年差远了 那我就是现在疫情 就我现在的工资是 一个月能开上 一千块钱能超出去 就很不容易了 就我现在拿着手的钱 那你够生活吗 那就等一下待着呗 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一千多块钱 这也都是暂时的 就是不可能说经常走这样 再说你就再难再难 你就三年时间 这都是暂时的 还得往长远了看 长远了一个是就是说 两个人脾性啊 合不合得来啊 哇她居然不看钱 她还没想到她大哥 自认为所有女的都在以男方工资 没想到人家不看重钱 我感觉马大姐是个非常有格局的女人 这样的优质大姐属是不多了 这都是暂时的 那也不再考虑范围之内 因为不影响以后的生活 退休以后的生活 肯定慢慢逐步就稳定 不可能说光看眼前在一块 给大姐这番言论点个赞 毕竟这会相亲不看钱的女人 简直就是碰毛麟角啊 既然不嫌按工资的 那就再给你讲一下我爱干净的 你要跟我住 就必须跟着我的不发走 但是别忘了马大姐家 还有两条狗 这是也不能隐瞒 必须提前告知啊 你这么爱干净 我还得有事跟你说一下呢 我家有两个宠物狗 我不喜欢 这毛的我一概不喜欢 我不跟你讲 来了我说不能隐瞒 就领了他在这关厕所去 一直我就不喜欢这个东西现在 来人的叫唤 没上咱家来就一走一步的 上楼梯的叫唤 再一个毛 这两年我有扁 那玩意儿就按饭命 哈哈这不就有理由拒绝了 这俩狗真是助了大哥一臂之力 最终爱狗如命的马大姐 为了两只爱卷放弃了爱情 男人可以不要蛋狗就是我的命根子 你不接受它们我就不要你 陪伴我十年了 我不可能说因为就是为了再找一个 把他冷下 那绝对不可能 就是假如说姐 咱假如说在另一半和小狗当中选一个 我选狗 好不留意 对 那就拜拜吧 接着红娘又给大哥找到一个大姐 这个大姐肤白貌美大长腿 一点都不像快五十岁的人 这个美女大姐比她小十岁 能不能顺利收入囊中 就看张大哥有没有这个本事的 孙露四十七岁离 心理咨询师月入一个W 有套一百平的住房 该说不说这大姐长得数十年轻啊 女性同胞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保养真的要趁早啊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孙大姐看着比二十八岁的红娘还年轻 你今年是四十四十七 看着真不像 谢谢你 真的我就这么看着你 我感觉你可能就刚刚三十 不 谢谢 谢谢 凯姐主要是心态还行 夸得大姐都不好意思 琪琪感觉叫大姐都把人叫老了 哈哈不然就叫她小姐姐吧 这样的知性性格温和的女人 哪个男人不咪咕呀 孙姐说她保持年轻的一大秘诀 就是心态乐观 没事就出去走走看看玩一玩 我基本上每年都得在外面去 就是走个几个月 每年都会出去 对对对 然后八月份八月末的时候 就基本上就走了 因为我的工作 就是可以拿着手机走 就是我在工作 那个手机上工作 我是在这种就是专业的 就心理平台 就是国内也挺知名的 有平台上 然后就是专职的做 但是我这个工作就是 我忙的时候就可以关上 停止工作 大姐这生活状态奇迹属实羡慕 想工作就工作 想出去玩就玩 不用担心全琴奖和炒鱿鱼 咱就说这样的生活谁不想拥有啊 这孙姐的心态就和小姑娘一样 知道咱节目组红娘年纪都不大 来之前还专门给她们订了奶茶 你给我们吃的奶茶吗 是是是 太谢谢了姐 我猜你们很喜欢喝奶茶 你们这个年龄真是青春无敌的时候 那你平时会喝吗 会啊 这小姐姐水碰水不流啊 别看快50了跟咱小年轻人 简直一点代沟都没有 我都怀疑年龄是不是报错了 这样的优质姐咋还上种老年相亲节目剧啊 感觉真是去才了呀 现实生活中应该不学追求者吧 你看我们节目就是好像六七十岁 老年人比较多 对 那你又比较年轻 那你会就是怎么想到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觉得那这个最小爱情人员都有权利是不是 那对呀 管他年老年轻呢 其实人有几个年龄嘛 就是说比如说心理年龄啊 颜值年龄啊 是吧还有生理年龄 你这个东西 有的人他虽然年老 但是他心里很年轻 所以这也可以在我可选择范围内 我就想那我就报个名 这话说的没毛病 有的人岁数小但心智非常成熟 有的人岁数大但心态 非常年轻 孙姐有一个女儿在读大学 和前夫就属于丧老式婚姻 俩人日常开销也是A制 再婚姻礼钱和爱都没有 索性就离了婚带着女儿过 丧老式婚姻在当今非常多 七七虽然没有结过婚 通过身边朋友和剪了这么多相亲视频 我觉得好的感情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 都是双向奔赴的 没有谁愿意一直付出 另一个人就当少奶奶或者是祖爷一样 爱情里一个男的要么给钱 要么陪伴给很多的爱 不然人家女的为啥要给你过呢 可能放在第一位的就一定是一个人的品行吧 就因为一个人的良好的品行 能给别人安全感 然后第二就是 我就觉得就是说 可能说你不一定那么优秀或者完美 就是你是我的菜就行 那我的菜就是一个不目睹的人 就是可能说喜欢聊天 喜欢有趣的东西 喜欢探索这个世界的人 然后有一定的思想境界的人 这最基本上就是我要求的 从孙姐的则标准中不难看出 她比较看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交流 那么不是写自律的张大哥 会是她的这盘菜吗 咱就骑驴看唱文走着瞧吧 那是张明远 我张大哥 你好 然后思路 我是你 演员有 对于这些大哥有没有演员 不太有 他真的 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他就是从颜值到气质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这和上次相亲正好相反 这次是女方没有相中大哥 不过张大哥这边却对孙姐来了电 毕竟如此貌昧年轻有气质的女人 而且还比自己小了十岁 大哥觉得和她比还是有点差距 要不说这男人就是见毛泥 左下后大哥眼睛都看着 我是在一期就是工作工人 你是 我是做心理工作的 我是在就是咱们全国性的这种心理平台 线上工作 心理咨询师 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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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一次听说这个 这个是啥工作 不是头一次 因为我对这还不懂 因为我是 那个啥 汽车工人就是干活的 汽车工人和心理咨询师 属实有点不搭配啊 从大姐的笑声里 我已经感觉出俩人不合适了 今天的相亲一来往日谈钱的套路 没想到孙小姐一来彻底打乱了 汽车大哥人家不看钱 看着的文化水平和修养 大哥就是确实是个工人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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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 当然我学的 我还是需要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学识 一点的就是也不用太文化水平太高 但起码也有一点的就是文化修养的这种 大姐所谓的不高 那也得是大学毕业吧 这高中毕业还是个武夫 和孙姐柔柔弱弱的形象 身识哪哪都不大刚啊 不过张大哥却不想就此放弃 还想为了心中的女神努力一马 接着就开启王婆卖瓜自卖自狂模式 我不受验 酒呢是没有具体这个我不喝酒 平常我也不喝酒 我跟你讲那个姐是一个特别喜欢旅游的人 嗯 特别喜欢到什么程度 进行跟大哥说一说 就我一年游有好几个月都在外面走 我觉得生活可能要有一定的品位和质量 比如说我女儿去三亚 就会上那个鸟巢 就拍《非诚勿扰》那上面 我会连她去上那上面去住 一个晚上一千四百多 她说那住别墅啥的 那是就得太夸张了对于我来说 就晚上一千多的这种 我是不能去住住的 那能去住吗 包括那个演员敢讲话呢 我自己觉得就是配不上 就是差差差 得差 得知孙姐的消费水平后 大哥这便彻底泄气了 毕竟自己一年才三万的收入 怎么能和人家一月拿一万的人比 正所谓圈子不同不必强容 即使你容进去了自己也不会舒服 这次的相亲告诉我呢 三观不合的男女真的不能结为夫妻 我时候常说门当户对 现在说就是三观相似 但我并不是仅仅为了她的那个工资 跟一个人在一起啊 就是她现在如果跟我有一样的 就生活状态 她可能在经济上确实没有我收入高 但是我也能够接纳和包容 但是不止只是这个 就因为是个性上的 就是这个生活理念上的问题 这俩人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小红娘也是乱点鸳鸯骨 确实思想上达不到顾鸣会很难受 不是说大姐眼光高 也不是乖大哥条件不好 只能说啥过配啥开吧 对此老铁们有上不同意见 欢迎下方留言评论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了 感谢朋友们支持爱你们么么的